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向中央争取执行小农辅导计划 今年迈入了第三年 特别设置一个米里盒 缩落了花莲南区玉里复里 九位小农生产的优质农特产品 透过精美的包装以及详细的手册介绍 要让更多人看见花莲农村的美好与丰富 进而带动农村产业蓬勃发展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从108年向农委会争取经费执行小农辅导培育计划 透过农业职人讲座分享 在地特色营造品牌行销包装 甚至于是帮农民引介企业消费族群 慢慢的看到偏乡在地小农成长茁壮 今年7月份再设计了李里人品牌礼盒 将辅导的九位农民所生产的产品 用精美包装与介绍 让更多人看见花莲农村的美好 这个成果就是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做了 这个叫做李里人 就是我们选择就是花莲的这个主要的稻米产区 玉里跟副里 我们这个计划叫做大南方米仓计划 那以副里跟玉里的这个米食 这个农田稻田为主要的主力的协力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其实就办了课程 那我们办了分享会 办了餐会 那办了所有可以来提升我们这些农民们的这个能力的一些相关的力量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锁定了九个 我们最终的这个产出就是有九个花莲的这个玉里副里的品牌 我们觉得值得协力跟推动来帮助他这些小农这些青农 让他们在这个生产跟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增加他们的实力 这个李里人品牌李盒搜罗了这两年多来福岛的玉里和副里地区 有九位农民自家生产的农产品 透过精美包装还有导览手册介绍 成为一个最佳的伴手礼米李盒 希望能够行销推广到全国的市场 让更多消费者有机会选购花莲南区的优质农产品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 好